本來新世界將非地產核心業務擺入 未來上市的生意非常多 超過大塊 有巴士 公路 物流 醫院 航空 保險 零售 物業管理等 中期盈利跌了10% 主要原因就是會展那裏有一些翻新的東西 令到收入減少 所以拖累到它的表現 新世界集團強調新創建是大灣區最親密合作的上市公司 因為它的業務幾乎全部都在大灣區 它是最好的位置來參加大灣區的發展 但是看到它的將來發展其實最有淺途 反而去年12月提出用215億收購香港的保險公司附通 富通就以前是屬於李澤佳的 特地轉了去苟 內地一個PE分 就是私募基金苟定 後來又買了出來 它賣的價值也不貴 是215億 這個富通的好處呢 就是它未來就可以在珠港三角洲那裏推廣它的業務 包括它的醫院養老等業務 就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其它的物流 巴士 航空飛機 租金都是收租生意的 這一個就不是一個只是收租生意的 還有一些擴展的空間的 所以來說 現在可以趁它跌市的時候 就買回一些 它的市盈率就是不貴的 12倍 現在有了富通之後 它營利是增加20%至30% 即是說 如果你計算富通 它可能的市盈率是低於10倍的 所以建議你是18個半買 目標價是看12元 只蝕就排在18元 好啦 相當清晰了 現在就是股價偏遠的 最新就是補19元這些位置 波爾都要問一下論大師 你有沒有拿著的 沒有的 好啊 謝謝論大師 提回大家了 剛才論大師說的 就是個人意見 並非投資建議或者是推介來的 做任何的投資都要留意相關的風險